想嫁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是吗 对啊 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你干嘛不去找有本事的男人呢 是这两年还找不着是吗 来自百合网婚恋研究院的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来自华谊嘉迅的副总裁 大家的老朋友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看一看 今天三位老师帮助的 第一对嘉宾的一些背景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是在我的咖啡店认识的 现在相处了大概两年了 自从我咖啡店落败以后呢 我干哪样工作 她都感觉不行 一开始认识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前立国 可是现在呢 两年的时间 我就觉得 她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她对我干的每件事都不满意 不想一步一个脚印 就想急于让我翻身 一直以来我都支持她 我也对她付出了挺多心血 现在累了 不想跟她再继续了 给我一段时间 给我一段机会 别太着急 我感觉我可以成功了 在恋爱之中 如果你的对方总是觉得 你不行 你不行 你的心态会怎样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文涛24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主播 许嘉宾小高25岁 同样来自河北礼仪接待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多久了 两年了 怎么认识的呀 是在我店里认识的 我之前是有一家咖啡店 他跟一个朋友去的 当时他会见着出了些小状况 那我说你们两个 要不等一会儿 要不先去别的家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了 就是在这儿等了一会儿 然后感觉人不错 当时过去聊了两句 然后聊得不错 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后来一来二去就是这样 我当时我都后悔 把我都给你 还在后悔的 对呀 我肯定后悔呀 因为我们两个相处 这两年的时间嘛 他基本上就是不论干啥 都干不好 我感觉我已经够努力了 刚刚认识那会儿 咖啡店生意还不错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 后来就是说一天不如一天 但是呢 他一直在问我 就是你最近经营怎么样啊 那我经营不好 也不能告诉他呀 你还有脸说你的咖啡店啊 那如果说我不早点 让你把咖啡店对出去 你是不是赔的更多呀 你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跟我说 哇 好厉害呀 因为我估计他的感受 因为他比较爱操操我说 就是也是好事 我咱俩一起分享 我说你 不也是想给你动力吗 有压力才有动力呀 我问句话姑娘 你跟这位先生是什么关系 情侣啊 确定是情侣啊 对呀 不是他妈 我要是他妈 我肯定会管他管得更严 我的妈呀 兄弟你真惨 来接着说啊 咖啡店怎么了 后期就是 因为竞争的压力太大 然后就是经营也是不顺 我就跟他摊牌了 那就不行了 那就大吵了一架 你为什么要骗我 对呀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如果早点跟我说 就不至于赔那么多吧 而这个咖啡店 你后来入股了吗 我没入啊 没入股 赔不赔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我男朋友 当然跟我有关系啊 你男朋友挣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花你的钱吗 那我做个女朋友 一定要给他花的 那是你自己愿意 那没办法 后来这咖啡店就关了是吗 到最后是说 我还是想开的 因为我感觉 在年轻的时候 有自己一家咖啡店 是挺浪漫的一件事 我说你再给我三个月时间 如果真不行 咱就把它盘出去 然后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赔的更多 大概过了三天吧 他就找人 找着下家就要过来对店 你告诉我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在赔钱 三天之后店被盘出去了 没 就是已经带人过来了 就是 你带人过来了 他 我没听错 他带人 他带人 行 那咖啡店现在生意怎么样 对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关心这个 现在估摸着眼 哥 我一定看看 是我经营的问题 还是那个位置都好 哪有精力去关心那些问题 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不是 盘完咖啡店以后 你给他安排的什么工作呀 因为他之前自己开过 那个服装店 但是那时候做的 就是小的服装店 也挣不了多少钱 感觉也挺没面子的 所以说我就让他 在那个商场里边 开了一间 就是说那种名牌的那个店 哦 这是你帮他选的 对吧 对啊 这事一定做的好 这么有眼光一个女人给你打理 是不是特好生意 是挺好的 真挺好的 那就没问题啊 前期事情好 就是大家伙朋友都过来捧场 朋友来必须打五折 我的朋友去了 那你不应该照顾啊 你咋那么小气呢 那么抠呢 并不是我去抠 你是个男人吗 我去小戏 那你送他两件衣服 能怎么了 又没多少钱 我送他也行 但是你别就是说 你朋友的朋友 是个朋友来 就带来就是说 让人就是打五折 你自己脑筋不会赚哪 那你非得给他打折呀 我不给他打折 我有一次没给打 你是怎么做的 你都见过 那其他的人你不认识 那你非得 非得就给他们打折呀 那你闺蜜朋友 没给打折 你闺蜜跟你哭诉以后 你是怎么跟我吵的 对不对 你就说我不给打折 那我让他们去 也是为了给你赚人气啊 对吧 如果说你店 连人都没有 那可能会有人去买衣服吗 咱开价是为了啥 为了是挣钱 能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我也是为了你聊天 对呀 我也是在绑你呀 但是结果这个店 是不是做卡了吧 家大业大 背不住那么吃 对不对 后来又干嘛了呀 找了一份工作 开的钱不多 她又不乐意 就开五千块钱 都没有我挣得多 那你就贴补她呗姑娘 我为啥要贴补她呀 你是她女朋友啊 男朋友给女朋友花钱 天经地义 而且她应该照顾女朋友 对吧 我不太认同 反正我就是 当然有钱她满愿意 对吧 人家愿意这样 再没什么好说的 这工作做了多久啊 这工作十来天都不到 就已经不行了 因为她每天都去炒 你别去了 你去干啥呀 后来我就是 看他们说就是卖保险 就是说什么的 就挺挣钱的嘛 咱就去跑保险嘛 跑保险必须就是说 得找人跟人聊啊 把态度得放下来 然后有一次我在商场上 就让她给撞见了 她就又不乐意了 你跑保险 第三下子就说 给人家介绍 你说你之前开咖啡店 又开服装店 都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你说你那样第三下子的 去求人家签你的单 你说我心里边难受吗 我需要挣钱 我需要养一个家 我需要养你 我需要养我自己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都没说辛苦你 因为我不愿意看你那样 然后呢 能干下去吗 为什么干不下去啊 干 就分手 哦 你心里还挺有她的 那后来呢 其实资料上不是说主播吗 后来我看最近就是说 主播这行不挺火吗 不行咱也干去吧 什么主播 靠什么挣钱啊 就是说大家喜欢你 给你刷一点礼物什么 咱们靠抽成 哦 就是网络上面的那种 对对对 有唱歌的 有讲笑话的 网络互动节目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不是挺好的干就是咯 哪好啊 她每天白天睡觉 然后晚上就对个电脑从那 跟人家嬉皮笑脸呢 然后就逗这呀逗那个呀 特别不现实 所以你又不想一个 所以说我特别讨厌她 干这份工作 哦 但是这份工作我坚持下来了 我感觉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了 我可以忍你一次 忍你两次 忍你三次 第四次如果再忍你 那就是放纵 哦 那这次你不分手了 这次就是现在她要跟我分手 到这个节目了吗 找你帮我来了吗 我是帮不了 你们帮吧 姑娘问几个问题啊 这资料上面说您是礼仪接待 是吧 对对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就五千块钱的活 我看放在您眼里 您都不用眼加的 因为我平时还做着兼职微商 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卖得好的时候 大概在一万五左右 我还没有 日子应该还不错 还可以吧 算那种小资生活还可以 小资生活 你对男朋友的要求是什么呀 我的要求特别简单 就是说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 网络主播 现在不是挺稳定的吗 但是不靠谱 而且他还欺骗我 他在里边他瞎说 他说他没朋友 就是一个开玩笑 没事就调侃嘛 这意思对不对 一个女人我感觉就是最受不了的 就是一个男人对他的欺骗 那他以前那些工作不都挺好 你干嘛也都不满意呢 像咖啡店是因为他赔钱嘛 实在是只剩不下去了 赔钱你让他赔 那不是他的理想吗 但是一个女人他也要面子啊 他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能给他买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 那样他感觉男朋友很在乎他 就是不花钱就不在乎是吧 不是说不花钱就不在乎 最起码的那些东西应该有 比如说呢 过个生日 你买一个简单的小礼物 就是生日蛋糕嘛挺好 也没有说 没多少钱啊 也没有说非得要多奢侈 对吧 那他那个店不就可以满足你这个吗 他当时在赔钱 赔钱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你怎么就敢擅作主张 第三天的时候 就带人去看他的店呢 你跟他也不是夫妻 那是他的个人财产 你凭什么帮他做主呢 因为 所以说你啊 没用是真的 我感觉就是两人在一起嘛 要不就别在一起 在一起就往结婚走 往一辈子走 对啊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才会做第二个事 你不是这么想了吧 你要这么想 你今天不提分手了 你们俩应该好好在一起啊 因为两年的时间 他太让我失望了 他做的那些事 真的就是我对他也是无奈 我不知道他现在适合干啥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好 身份你们看吧 来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你俩挺配的 我觉得你俩有两点最配的地方 第一 你俩都虚荣 第二 你俩眼光是一样的 男生你爱慕的是女生的帽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容忍那么久 愿意一再一再妥协 对于女孩来讲 虚荣是财 是你耗的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男生并不能给你财 对啊 所以你是想要培养他 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人 对 第二个 你俩眼光相似 相似在哪呢 你俩眼光都不好 你的眼光不好在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做的 你自己没有一个边界 没有一个尺寸 那同样对于女孩来讲 你的眼光不够好 不够好在哪儿 如果你真喜欢 有上进心的 全靠自己 有独立思想男人的话 他真的不是 他第一个 做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 什么工作应该做 一个好好的咖啡店 能被他开成 最后没有人 那说明他是没有 这个精英头脑的 对啊 所以你看错了人 看走了眼 所以说要跟他分手 今天你应该做的 就是要分手 是分对了 但是有一点 在分手之前姑娘 我听你记清楚 所有的看走眼 是因为自己想来 踏实上得到你想要的 那一点虚荣 同样对男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要真正谈爱情的话 那记者爱情有一个门槛 就是用心来换心 所以记好了想好了 你要选择的是什么 做好人生最好的 在这个地方的抉择 其实女孩啊 你看你的生活 大概在一万到一万五之间 对啊 你可能你能享受的那些 你是都可以享受的 对吧 是啊 但可惜呢 就是你找的是他 每次我要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都是说一些好听的话嘛 因为女孩的心都软呢 我感觉我比他们心还要软 是啊 所以说每次都很不下心来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然后今天要过来 你对于分手与否呢 你心是软的 但你做事其实蛮狠的 咱先说你第一次遇到他吧 这么一个年轻还挺帅 挺时尚的一男孩 拥有了一家咖啡店 对 这种形象一定是你想要的 但经过跟他相处呢 你一下落差就很大了 这家店马上就是 对 我接受不了 要倒闭了嘛 但你不相信 你觉得他还是 你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人 所以你就三天 就把他的店给盘出去了 他从了 然后就有第二件事了 他可能是 服装店 我敢说你一定是想帮他的 同时呢 你就希望在朋友的圈 还是有面的 我的那个当时的咖啡店主 他是成功转型 看上了另外一个更有前景的生意 没想到 事实跟你想的又不一样 对 保险是他背着你去做的 要是征求你的意见 你一定不让他去做 太没面子了 对不对 我的男友怎么是卖保险的呢 对啊 这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让自己狠一点 因为你想要的那种人不是他 找你的那个标准的人去 是最好的 这男孩呢 他呢我估计也不是你想要 这么长时间吧 我挺喜欢他的 你不光喜欢他 你现在还离不开他了 我挺离 离不开他的 因为他一次一次的指导 在你的职业发展规划中 充当了一个导师的作用 他不是一次一次指导 而是我一次一次 我在忍让 我不喜欢跟一个女的去吵 你要真不喜欢 这所有的他做的每一步 都是一个男人的 在世界上的底线 如果你真不是这样说 愿意他给你指导 你不可能一次一次 做出这种改变 先做一个有主见的人吧 然后再去找一个 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就可以了 小高是吗 杜老师好 想嫁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是吗 对啊 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你干嘛不去找 有本事的男人呢 为什么这两年 还在为他操心 是这两年还找不着是吗 不是找不着 是因为人都有心 都有感情 相处的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就是说放不下 如果真放不下 就不要口口声声说 你不是个男人 这太伤人心了 你看你这些事又干了 结果还不讨好 想要嫁给一个 有本事的男人 是所有女人的本能 但是让自己的男人更成功 是女人的本领 我看你好像也没这个本领 他在你一次次错误的指导下 好像自信心大减 还不如两年前 开咖啡厅的那个他 越来越不行了 男生啊 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好好的男人不做 那么喜欢做冤大头干什么 其实我感觉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不管他以前是不是这样 他所有的言语的言下之意 就是四个字 拿不出手 你拿不出手你知道吗 就是你怎么怎么在他身边 他都觉得配不上你 你没看见他跟你说话的语气 就像一双手在拖着你的下巴往上看 小贼你拿不出手 你没觉出来吗 难道他的那句话 你不觉得你自己特伤自尊吗 你不是个男人 不过仔细想想他真的是没说错 你生活哪哪哪都自己做不了主 哪哪哪都要听别人的 别人错了 你也要听 自己是对的 你也不坚持 当不了老板 我就脚踏实地去卖保险 我凭自己的本事挣钱 我服务客户 我怎么叫第三下四呢 一个女人 可以希望男人成功 但不可以横加指责 一个男人可以爱女人 但不可以言听计从 你整个上来之后 你脑袋就是搭了下来的 你希望自己的女人仰望自己吗 我也希望啊 那请你拿出一个男人的姿态 即便是我内心相信你很爱这个女人 但如果你连姿态和自尊都没有了 你觉得你还能抬起头来爱别人吗 你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 老师今天的话呢 重了一些 确实是为两位好 因为在爱情里面有一样东西 其实还挺重要的 这就是崇拜和欣赏 很多爱情的开始 都是从崇拜开始的 但是当爱情真的开始 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尊重 两位在这条路上 我看是越走越远 你们还真没有平等和尊重 从今天开始 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呢 我喜欢你 我知道你变得越来越变本加烈 但是我还是喜欢你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就是说你说什么我从什么 来把你挽回 但是你没有看到我之前的努力 只看到了最后我没有成功 只看到你看到你没有得到的那些虚荣 但是呢 我还是想再次挽回你 最后挽回你一次 我想让你回到我身边 我喜欢你 我觉得咱俩还是别闹了 真的 都不小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请 来 请关门 这大概就是爱情里面这点事吧 有钱难满愿意嘛 所以你才会发现在这个舞台上 经常上演那种让你气得不行 人家还自得其乐的 请开门 我刚说完男人做得得像男人 你好歹这会儿得崩个面出来说一句啊 我们只能说他是个小男生 我们希望他早日成为一个大男人 接下来的这一对 有特殊的背景 我稍后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来看一看这对恋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来 我们在同一城市上大学 我们的相遇就像一场电影一样 那段时间特别的美好 可毕业之后呢 他选择了回老家发展 我选择了去北方秦皇岛 我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 他总是以他的工作为中心 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他的老家和一个男的 关系不清不白 让我非常的恼火 我和那个人真的没有什么 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跟他解释很多次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会竟然这样地骗我 在看他们小片之前 我跟大家说过 说背景比较特殊 这两个人都是少数民族 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罗26岁来自贵州 业务员 女嘉宾小雅24岁同样来自贵州 是一名检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您是哪个民族的 我是布衣族 布衣族 您呢 洞族 你看两个少数民族 您的家在贵州什么地方 贵州前南州的 那边一个小山村里面 哦 你是哪儿 我是前东南的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俩在大学的时候 一次比较碰巧的那个 饭桌上吧 啊 我那个男兄弟 我的兄弟啊 就是 还有男兄弟 你还有女兄弟是吧 你兄弟怎么了 我兄弟喜欢他们宿舍的一个 女生 然后我的兄弟去追他闺蜜 然后我兄弟带上我 他闺蜜带上他 结果他俩的美好成 我俩好的 那现在谈了几年 从大学到现在 谈了三年多了 哦 出现什么问题了 跟大家说说吧 就是我吧 一直在外地工作 我俩就一地一年多了 你在哪儿 我在秦皇岛 你在哪儿啊 我在贵州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不跟他一起 留在秦皇岛啊 我父母就希望我回家发展 当时我也跟他说 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发展吧 我也跟他闹过 他也不同意 哦 那这个异地也有一年多了 对吧 对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吵小吵不断 现在公司翘有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去北京发展 我想接着来北京 跟我一起奋斗 他都不愿意 他老家还有别的男人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我跟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朋友 普通朋友能那样吗 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 我努力奋斗 努力工作 我在外面拼搏多么不容易 你在老家 和另一个男的有关系 我就跟他聊聊天 怎么就有关系了 你怎么那么不下去我呢 怎么就聊聊天 这正常吗 你跟我们说说怎么了 怎么不正常啊 那次我看到他的聊天记录 他就和那男的约了什么 去吃饭看电影的 你说一男一女的待一晚去看电影 你觉得我作为他男朋友 我能接受吗 是吧 当时那场电影 是我最想看的一部电影 我就想着想跟你一块看 但是你不在 我闺蜜都跟朋友约会去了 那我就只能找我比较熟的朋友啊 哦 姑娘 你这番话说了以后 特别容易引起歧义 你知道吗 第一是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 对吧 对 第二是应该跟男朋友一起看 是吧 第三是闺蜜她们 都跟男朋友去看了 那第四点要跳出来 你想想的 我就只能认为你汉语水平不好啊 我理解你那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刻意的要跟那个男人去看 因为我想看那部电影 是这意思吧 是啊 就去了啊 你怎么看着她的记录的呢 就是我的微信密码 QQ密码 她都知道 她呢就也没告诉我 我只是有国庆长假的时候 我想着我俩一地这么久了 回去的话好好陪她 我们俩巡视了一会儿去吃个饭 然后呢她说 我先去上个厕所吧 我在那等了 她的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响 我打开一看 和那男的在聊天都聊了 好长好长了 聊天记录都好几页的 跟普通同事聊个天就不能聊了吗 这是看电影那个男的吗 是 而且她跟那男的看电影的时候 我跟她对话的事情对起来 她告诉我是和闺蜜在一起的 其实她是和那男的鬼混 看的电影怎么是鬼混 我就是不想跟你多说嘛 不想让你误会 所以她还没跟你说那么多 你有她的那个微信号是吧 对 知道 QQ号是吧 有 都有 她在那上面还行吧 比较老实吧 她也跟他们女同事聊天呀 她管我特别严 你知道吗 我跟女同事去吃个饭 或者客户吃个饭什么的 她都要早上要问我 晚上要问我在干嘛 跟那些人吃了饭 是否单身 我都没有私生活了 我都 那你聊天跟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就没给我打个电话 我不就没有安全感跟你说一下吗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聊个天 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 那我晚上也有给你打电话呀 打电话你都说啥了 你吃饭了吗 她就说什么 对啊 我有简单的问候 有时候打了你 你都睡觉了 我能怎么办呢 平时我要再忙 好好好 当你发现她跟那个男的去看电影 然后又聊得很密切的时候 你就忍了吗 没有 那次我发现的时候 她告诉我说 不再和那男的见面了 不再跟她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她就跟那个男的去看话剧去了 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天给她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她一直不接 然后呢 她发过短信告诉我说 跟闺蜜去玩去了 然后我觉得不对劲了 我肯定是被蒙了 我立马给她闺蜜打电话 她闺蜜说 没有和她在一起 我打电话问她的时候 她很生气地就把电话挂了 也没跟我解释什么 我不是就把你多想吗 是去看话剧了吗 是去看了 是跟那男孩看话剧去了 是啊 因为之前都不答应她去看了 那你不可以把票退了吗 你都答应我说 不再和她见面了 直觉还挺准啊 发生这事之后 你怎么处理的呀 反正这事之后 我觉得我平时对她 就是说关心不够 我就忍忍了 我也就觉得三年的感情挺不容易的 现在有这么好机会的 让她来北京和我一起发展 可是她又不愿意 听明白了 是因为发现了危机 所以正好又有个机会去北京发展 对 你是希望跟她一起 就到北京打拼了 是吧 对 好好好 问问姑娘 想去北京吗 不想去 因为我父母希望我在贵州发展 我现在已经 已经工作得很不错了 上次都很重视我 那都是借口 你就在老家想和那男的在 别老说那男的 就是你自己觉得 有一份稳定的事业的 你不想那么折腾了是吧 那你希望她回贵州吗 希望 希望她回贵州 但是她因为她工作那么忙 她都 以她自己的工作为重心 都没有把我 把我放在心上 你为什么一定不回呢 兄弟 我觉得 我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从大厂里面飞出来 到了北京 刚好这么好的工作 我想好好努力 好好奋斗 我就想着归家如真光 所以你的选择一定是北京 对吧 对 而且我父母在家都是农村 做什么活都没有 我也去过你家 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 就特别 他们住的房子 就是特别古老的木房子 平时取暖都是那种烧财的那种 我家确实穷 我也很理解能来 你能来我家 我父母都比较高兴 我也不在乎什么 我就觉得 只要我们有感情在 实际上什么都不是问题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但只要我们有感情 我就算了什么不在乎 我问问 现在还有感情吗 有啊 有啊 我给你们俩做个选择题 每人都选 在北京和她之间 你选择 我选择在北京发展 在贵州和她之间 你选择 我也不知道 我还在犹豫 女生还在犹豫 还有点戏 爱她吗 爱她 我特别喜欢她 她不嫌我穷都特别的善良 就是因为她不嫌你穷是吗 对 她特别同事 特别善良 只是她不愿意跟我去北京拼搏 我就不理解她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 我觉得做一个男人 自在四方 多努力的 多挣钱怎么了 挣钱了我才能养活你啊 我能理解你想挣钱 但我不能理解的就是 你太把你的工作放在心上了 都没有在乎过我 那段时间 我不是跟同事吵架吗 就心里特别难过 你都从来没有安慰过我 嗯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同事吵架 可是我也在忙 你 你 你 我真的把他给你 我给你带我 勇气 一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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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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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K 我下次都可以 你非得要我送过去 可是我当时度的时候 哪个女朋友在生病的时候 不希望她男朋友在身边陪着呀 小伙子问你个问题 你爱她吗 我爱她 刚才你特别干脆地说 我说你在女朋友和北京工作之间 你选择 你不是选了北京吗 我再问一次你这个问题 在女朋友和北京之间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 我可以选择让她来北京 和我分走一段时间 分不得不下去了 我再回老家和她一起发展 先来一段时间 再回去 好 老师们其实 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说一个数据 大四毕业的恋人 差不多七成以上 都是选择了分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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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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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得越来越顺利也好 其实你都是希望 和爱人共享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事业重要 但是爱同样重要 就这样 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对错 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该舍得的时候就舍得 勇敢地面对内心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也犹豫了很久 我觉得我是在乎你的 我跟那个人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我其实心里是很在乎你的 我只是平时工作比较忙 我每天晚上都是给你打电话 但是都是比较晚的而已 有时候呢 我还夜里特别特别想念你 希望你在我身边 陪我一起工作一起奔斗 而且我想着 如果我努力了 挣钱了 以后咱俩就能过到幸福的生活了 那以后你能把你的工作先放一放 把我放在首位吗 你可以来陪我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奔斗啊 挺憋屈的 回去做选择吧 谢谢老妹 请回 一堆大山里出来的恋人 现在面对着爱情和事业的抉择 来 请关门 我相信不管他们怎么选 大体是没有人会怪责他们 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 自己想要幸福的那种权利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其实我挺舍不得她的 她这么温柔 这么善良 不行我家穷都来问我家好几次 我也不是一个不关心她的人 我是真的很在乎她 只是我工作比较忙 理解 我一个农村孩子 爸妈五六十岁了 我弟弟妹妹上大学 我真的靠我自己 理解 所以把我们家里给强大起来 所以陪她是一个人少一点 等我哪一天真的强大 我要把她追回来 我真的省不着她走 没事 插插的 谢谢 谢谢 我们都理解 我跟你说你 有一点特别明确 你失去她并不是因为你没钱 你失去她 是因为你们的人生方向不太一样 你想她那会儿 那么爱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穷小子 所以记住 爱情不是用钱衡量的 稍微有点残酷 但这件事咱还得做 对着镜头说清楚 来 来 来 跟她说 小雅 感谢你对我这段时间 以来的照顾 你不先信我家 从不协计我是个穷小子 我真的很感谢你 如果我要有一天成空了 我会过来追你 希望你还站在我这边 谢谢 去吧 加油 生活嘛 就是这样 日子还得过 所以每个成年人 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吧 珍惜眼前的每一天 一起进入伊北诗爱情保险 天天圈有用户提问图老师 我老婆因猜忌我 而与网友出轨 我为了孩子没有分手 可心里时刻有一把刀在伤我 我每天都很痛苦 对生活也没了希望 我该怎么办 信任建立起来 要一天天的累积 但是信任一旦破坏 只需要一会儿的功夫 你说你被猜忌 被怀疑很痛苦 你可曾想过 猜忌你和怀疑的人 可能更加痛苦 既然双方都痛苦 那就化悲痛为力量 把信任重新建立起来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 线下销售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APP 赢取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